在关渡之战前后 群玉的侄子群优也逐渐成为了主要谋事之一 群曹联姻另外加一聚 群玉还有个哥哥叫群衍 他以兼军校尉的身份防守 当时已被曹操攻破的夜城 并且都统河北的行政和军事 曹操继续驱赶袁上的时候 高干密谋偷袭夜城 群衍察觉到立刻扑灭了这次军事行动 阴公被封为猎侯 我们看回群玉 他在关渡之战后 和曹操成为了儿女亲家 群玉的长子群玉 娶了曹操的闺女安阳公主 虽然群玉和群优在曹操位高权重 但是他二人都是节俭的典范 甚至家务于财 建安十二年 曹操增加了群玉一千户十亿 总共加起来有两千户 曹操的表奏曹操对群玉非常重视 想起当时群玉将自己封他为万岁 平侯的奏折没有上达天听 这次曹操依旧给县帝上奏 根据玉别传记载 曹操上奏内容为 戏袁绍青鹿焦殿 战无关度 师兵少凉镜 徒玉还许 书语寓意 玉不听臣 见一柱之便 灰尽讨之归 更弃陈兴 意气于玉 遂催大逆 复取其重 此玉堵胜败之机 略不是出野 即少破败 陈良易尽 以为河北未以徒野 与难讨留表 御赴止臣 臣气得失 臣应反配 遂吞凶族 克平四周 向使臣退无关度 少必古行而前 有轻腹之行 无刻结之事 厚弱难争 伪弃眼 御 立即难要 将是本具 御之二侧 以王为存 以获制服 谋书公义 臣所不及 是以先帝贵之纵之功 薄国货之赏 古人尚为我之规 下宫拔之节 前所赏路 未赋予微微之勋 其重平义 筹集护义 简单来说 就是巡御之前给他的 两个最关键的建议 罗列了一遍 如果跟着小弟文章 一直看的朋友们 不用翻译 您都知道有哪些事情 巡御这次照样 没递给先帝看 而是找到了曹操 表示辞让 曹操面对请辞的巡御表示 军之策谋 非但所表二事 前后千冲 与木鲁延先胜乎 此生人打结者所不贵也 西界子推有延切人之才 尤未知道旷军命谋安重 光显无辜者已百数乎 以二事相害而赴辞之 何取千两之多谢 这下算是给巡御毒死了 不过大家知道 巡御最终也没有当上三公 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巡御主动找到自己的大 直自巡幽前去帮自己请辞三公 而巡幽也很有耐心 来回去曹操那里帮自己叔叔辞让了十多次 曹操才放弃了封巡御为三公的想法 怎么打刘表 曹操完全平定了中原地区 根据以前的战略安排 就要开始攻打刘表了 在南征刘表之前 曹操咨询巡御有什么良策 巡御指出现如今华夏已经平定 南方已经知道自己的窘境了 现在我们可以主动从晚城和夜城出清兵突袭刘表 打刘表军一个措手不及 曹操采纳了巡御的急行军建议 结果正好遇到刘表并亡 不过曹操大军攻城拔战 尝到了急行军的好处 这一切就跟巡御规划好的一样 刘表的次子刘从在做了思想抵抗之后 也献州投降曹操 自此荆州部分地区被曹操占领